大家好,我是练习时长两年半的原神玩家,武安 原神里的五星角色的数量也是来到了29位 其中包括6位常驻角色 23位限定角色,这么多的五星角色 相信还是有一部分玩家不知道哪些是最值得抽的 大家可以在公屏上说说 你觉得哪几位五星角色是必抽的,为什么? 本期视频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 我个人觉得的6位最值得抽的五星角色 抽到就是赚的,可以一直玩到官服 视频开始前先给大家送上一波欧气祝福 祝所有三连,关注点赞的兄弟们 一发出金,十连三金 每次抽卡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 感谢各位大佬的支持 6,温迪 虽然在当前的大环境并不是很受待见 甚至可以说是处处被针对 但是这并不能代表温迪不行 而是说明了温迪太行了 毕竟那年我双手插兜 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 拥有最强力巨怪能力 连策划也只能出血后单体怪 吸不动的怪来针对 就跟钟离盾太后 只能出穿盾怪来针对一样 毕竟也没看到策划去针对八重神子 对吧公司大人 很多玩家都喜欢将温迪和万叶做比较 但事实上 这两位角色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温迪注重的是 长时间大范围的巨怪 可以让角色的输出更加安逸 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而万叶更注重的是增伤能力 提升全队的输出 所以大家也不要再说什么有温迪可以不用抽万叶 或者有万叶可以不用抽温迪这种话了 因为两位角色的队伍跟功能性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我们再来看看温迪在原神里的恐怖统治力 现在温迪确实是聚不动很多怪了 但是 如果是能聚得动的 那么这个怪无论它的机制设计的多么优秀 只要被大招聚到空中 那就是待宰的羔羊 所以策划要设计原魔的时候 都得先思考一下这个原魔会不会被温迪聚起来 这是什么 这就是风神的地位 在大世界体验方面 温迪也是非常强力的角色 只要不是碰到boss 温迪一个大都可以通吃 而且可以随时随地的开封场 跟无限捕风屏一样 大世界体验直接拉满 萌新玩家遇到一定不要错过 对于前期开荒 捡神童 拿宝箱之类的都很有帮助 所以我个人觉得 温迪是必抽角色之一 大家觉得呢 5 钟离 又名费人养成器 别的角色都是改善游戏体验 钟离则是直接改变游戏体验 它最强大的能力就是尘世咸游 不但拥有提瓦特大陆最硬的盾 而且这个护盾还能够提供霸体 还可以削减周围敌人20%全元素 以及物理抗性 非常的恐怖 毕竟减抗比增伤还强力 总结就是 不管是什么角色 给我提供的安全感 都不集中老爷子的万分之一 这时肯定有小伙伴要说流血狗了 这不就是证明了钟离的强大无比 连985策划 都只能霸王硬上弓的针对吗 而且钟离的抽取性价比高 零命即可 养成难度低 只需要一把三星的黑鹰枪即可毕业 圣移物全生命 血量轻松达到5万家 毕业超容易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在圣移物本坐牢了 只需小小的培养一下 即可带你横穿深渊 萧宫 胡桃 萧 甘雨都在争着暴敌军大人的大腿呢 在大世界的体验也是非常舒服的 聚收并蓄 挖矿超快 天动万象 控制敌人 有了之后 解放双手 现在离开钟离我都不会走位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 你们有带钱吗 所以我个人觉得 钟离是必抽角色之一 大家觉得呢 四 雷神 雷神出场至今凭借强大的功能性 稳坐T灵宝座 更是当前公认的人权卡之一 群体充能天花板 可以帮助大部分角色摆脱充能难这个问题 它可以串联起整支队伍 让各类多合阵容 抛开充能困难的问题 打出非常舒服的循环 比如我们的公司大人 又或者天领凤行的大将九条沙罗 在有雷神的情况下 这两位充能困难户 也能随心所欲的施放大招 但就此为止了吗 远远不够 只要后续再出一些缺充能大户 雷神的强度 雷神也有着非常强大的速切能力 零命虽然只能担任辅助 但是开大的那一下奶香一刀 以及后续战场打出的普攻伤害 都是不可忽视的 而二命后则是更加的离谱 开大后 直接无视敌人60%的防御力 一刀黑屏的快乐你值得拥有 这个命座的强度 已经超过一部分五星角色的六命了 而且哪怕深渊再难 无所谓 雷神国家队会出手 雷电将军一人带领三个四星角色 轻松满星深渊 相同造架下 基本没有队伍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度 迄今为止 没有一支队伍在性价比上能够碰瓷雷国 所以我个人觉得雷神是必抽角色之一 大家觉得呢 三 纳西达 从人射到强度 功能性都是涕零的存在 小草神是虚弥草体系绝对的核心角色 可以说虚弥的各大体系 如果缺少小草神的话 那差不多就是了 它不仅能够提升战场角色的元素精通 还能长时间 稳定的给敌人施加中草附着 而且还是群体挂草 能力非常的强 当前版本可以加入的阵容更是数不胜数 有匿路绽放队 新绒干 计划队等等 反观一众虚弥角色 强度好像就那样 没有一位可以真的达到T0水准 所以草种子会被大家调侃为虚弥真正的大C 所以屏幕前的你加入种门了吗 除了自身十分强力之外 草神在大世界的体验也是独一档的 因为它是元神唯一一位可以隔空采集材料的角色 曾经较难采集的材料 现在都唾手可得 比如琉璃带 杰波莲等等 也让当前的材料收集视频卷成两种形式 一种是无草神爬山亲手采集流 一种是由草神咸游拍照流 不过还是有一点不好的 就是没办法抓虫子 比如圣金虫 但是这也能理解 毕竟是草神不是动物之神 以上所讲的能力 都足以让草神成为必抽的人权卡之一 除非说你个人完全放弃草体系玩法 以后也不想碰了 不然该抽还是要抽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草神是必抽角色之一 大家觉得呢 二 万叶 当前版本最万精油的辅助之一 相信大家在看各种强势阵容顺秒深渊boss时 出场率最多的角色肯定是万叶 只有极个别的阵容万叶上不了场 比如岩队 风队还有个别草体系阵容 说到草体系阵容 不得不说虚迷上线前 有很多人都在说万叶不行了 虚迷上线后 万叶就要退环境了 但事实上 万叶不仅没有退环境 还在虚迷混的风生水起 特别是大世界体验方面 只需一朝预风而行 怪物材料进入我手 冲刺减体力 能原地起飞 能左脚踩右脚上天 抓经典能力max 反正我大世界跟离不开中 一样离不开万叶了 当时我个人就觉得 即使虚迷万叶不行了 那后续的风单 内塔 至冬 天空倒呢 哪怕虚迷不行 那也只是一个草元素不行 剩下的三国 水 火 冰 万叶都是可以增伤的 说完万叶的未来 我们再来看万叶本身 首先就是培养成本的问题 万叶灵命机制完整 性价比超高 武器甚至不需要五星仓骨自由之势 风刺 西服斯的月光 或者三星的暗铁剑 都是他十分趁手的武器 天赋一 一 一就可以玩 剩一物也不需要追求副词条 只需要主词条为精通即可 非常的节约体力 还有最后一点 就是万叶的手感 真的真的真的很丝滑 使用过后 你绝对会爱不释手的 相信此时弹幕上 肯定有一大堆 拥有万叶的热心小伙伴在科普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万叶是必抽角色之一 大家觉得呢 一 叶兰 叶兰这位角色登场前的节奏 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他的机制和行丘高度重合 所以叶兰上线前也被大家戏称为大行丘 咦 小沙堂万叶好像有话要说 但是上线后短短一天的时间 叶兰就登上了T0的宝座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即输出 挂水 增伤于一体 而且灵命即是完全体 凭借全类型增伤 以及高额的后台输出能力 可以加入包括风队 岩队 草体系的大部分阵容之中 泛用性这一块根本没得说 满命更是可以自己上阵打主C 开大后的五发破局使配合天赋的增伤效果 可以在短时间内打出非常恐怖的群体L1 满命夜兰一人即是千军万马 单通深渊更是不在话下 其次就是大世界体验方面 何早佑 万叶 温迪有得一拼 特别是一命夜兰两段E技能 可以让你体验飘移的快乐 搭配早佑和双风 更是可以让你全程脚步着地飞速狂奔 所以我个人觉得夜兰是必抽角色之一 大家觉得呢 所以你有夜兰吗 3.4你会抽夜兰吗 以上这些角色培养起来后 不管是前期 中期还是后期 都可以给你带来非常好的游戏体验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交流讨论一下 你觉得还有哪些角色值得抽呢 感谢大家的三连关注支持 下期视频再见啦